很多人都夢過它 結果我沒夢到它 我很生氣 事後李芷玲哽咽素昂 沒交代遺言 班畫站紀念導演王夫 從年輕的時候 兩個家裡面的人還笑 他們兩個都結婚多少年 十幾年了 好像談戀愛一樣手牽手 到老了更需要手牽手 昔日以小辣椒之稱的 金鐘事後李芷玲 與導演老公王中強 結婚48年 去年王中強因感冒病發肺炎 插管治療一個月 認不幸病逝 享受78歲 今天李芷玲開設畫展紀念王夫 但也遺憾王中強不曾入夢 今天準備幾組了 70多組 很多人都夢過它 結果我沒夢到它 我很生氣 好多人都夢到它 我們連續也夢到它 打個電話說 我夢到王伯伯了 我說他跟你說什麼 他就是笑心笑的說他病好 我說你下次再夢到他 你跟他講 叫他給我一個夢 跟我說什麼 因為他沒有留下半句話 在ICM裡面大概一名 他本來的生命 生命力很強 可是到了之後 他管很痛苦 所以我現在都跟我所有的朋友 相並千萬不要茶館 天平安安 很舒服的走來就行 根本不能說話 然後嘴唇那時候 他很辛苦 我很心痛 78歲的李芷玲 談到自己的養生之道 就是走路 不過和王中強相伴48年 一個人走路 還是很不習慣 我覺得旁邊我現在不能看到人家在我前面 年輕的夫妻手牽手 或是年老的夫妻手牽手 我會避開 會有點觸景象 我會避開